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3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方家伟 花莲的海岸线全长175公里 北从秀林乡的和平,南到丰冰乡的近埔 而31号的下午在花莲渔港观光渔市登场的海人祭 特别透过海洋教育的活动 期盼能够传达大人、小孩 要友善地对待海洋环境 爱护渔业资源,并且学习成为一位了解并且珍惜海洋的海洋保护者 为了让民众了解海洋,进一步爱护海洋 花莲县府农业处邀请练习曲文创和游爸团队 31日上午在花莲渔港观光渔市 举办海洋教育活动海人祭 从海洋文化教育解说,呼求创意彩绘 定制渔网模型体验,还有品尝新鲜海洋食材 从中成为一位了解并爱护海洋的Ocean Protector 海洋保护者 在我们花莲住在海岸边的人 我们都可以成为保护海洋的人 所以我们要从小了解海洋的知识 然后把这些知识传给下一代 所以我们大家不管是这次的活动 都是从海洋的生态了解 然后定制渔网的捕抓鱼的方式 然后还有浮球的彩绘 然后当然还有到最后有一个不同的料理 有其余的料理,鱼鱼的鱼鱼前品堡 然后其余的这些料理可以让给大家 可以有更深刻的体验 在食的部分,然后教育体验的部分 然后还有画画彩绘的部分 然后让活动可以更多元 然后大家会有不同层面的人来参加 然后不会说只是说特别关注海洋的 我们这样不了解海洋的人 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还能既透过简单易懂的游戏互动方式 学习爱护海洋意识 认识画连常见相对友善的 一支调、人生调、定制渔法等 守株待兔开放被动的环保捕捞方式 获得对永续渔法体验区正确的认识 其般让民众亲海、爱海、护海 在友善海洋环境同时 也爱护渔业资源与海洋和平共存 记得蒋方烟、华联士报导